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加拿大万锦市华人区的一家中餐馆 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时刻在上周末与餐馆就餐后 先后出现了身体不适 其中12位比较严重的直接进了医院 更有4人被送到了ICU抢救 一度出现生命危险 此事立刻引发当地食品安全部门的关注 前往调查后竟发现 醉回过手可能是一种华人烹饪常用的调味料 据报道 出世的餐馆位于加拿大安省万锦市 名为喜悦小厨 Delight Restaurant and Barbecue 约克区首席卫生官员Dr. Barry Peaks 周二早上接受CP24采访时说 一些食客周末在中餐馆用餐后 病情严重送院 虽然所有中毒的患者就医后情况有所好转 但部分病人病情仍不明朗 其中那4位去重症监护室的食客 目前还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在医院工作的医生Dr. Michael Warner 也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一事件 他说 关于这起的事件的一份通知 已经在大多伦多的所有医院重症监护室中传开 据医院给员工发布的邮件透露 当晚医院为响应在万锦发生的一起事件 而出现了Cold Orange的紧急状况 而这种橙色警报指的是出现大规模伤病事件 需要医院紧急加派人手 Pax还表示 目前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目前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但病人中毒的症状表明他们可能摄入了乌头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确实怀疑是一种叫做乌头的物质 它是一种可以在各种草药或根茎 以及一种花种找到的毒素 有关检验仍在进行 以证实这一理论 约克公共卫生部门现在仍在调查这起集体中毒事件 目前正在采集各种样本进行检测 根据初步的调查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故意投毒的可能性 卫生官员说 毒素可能是偶然混入其他东西的 据悉目前餐厅已展示关闭 记录显示 这所中餐馆在5月刚刚通过了健康检查 有华人接受CTV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周日晚上他和家人在这间餐馆就餐 当时宾客满堂 还有一位订了外卖的食客表示 他在周日中午点了这间餐厅的外卖 是鸡肉合粉 吃了没事 这位女士说 当时是12点45分左右 店里人并不多 说起 这次被怀疑的剧毒物质乌头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明知有剧毒还会出现在食客的饭菜中呢 多伦多大学临床药理学和病理学负责人 David Jolink博士说 乌头是一种剧毒物质 症状通常在食用乌头后的几分钟 或者几小时内开始出现 他跟参与治疗中毒患者的医生同事聊过 食客们似乎都在餐厅吃过肌肉后中毒 他还指出 这起中毒事件跟前一阵子在BC省发生的中毒事件非常相似 有人在历经广场购买了荣星牌沙浆粉后 引起心律失常送院就医 事后经检验 卫生部门确实发现沙浆粉中混入了有毒的乌头 乌头和沙浆听起来明明是两种东西 为什么会混为一谈呢 原来乌头的根看起来与沙浆的根非常相似 但不同的是乌头中含有乌头茧 毒性非常高 它会影响控制身体肌肉的神经 导致面部和四肢麻木 严重的胃肠到不适 可能因此恶心 呕吐 头晕 虚弱 心事收缩不规则等症状 摄入大量的话甚至会死亡 目前多家媒体提示 如果有在8月27号或8月28号 前往这家餐厅就餐任何食物 包括糖食 外卖或送货 并出现症状的人请立即就医 同时卫生部门也呼吁 曾经购买过容兴牌沙浆粉的顾客 立即停止食用 大家快去看看自己的橱柜中 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有剧毒的调味料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